另外呢還有一題我們可以快速的來解答一下 有跟這個觀眾這樣問說這個 他在商店買了很多鮮切的花喔 就是那種已經結下來的這種花 那他想問說呢 這這樣怎麼處理 可以讓他的花開久一點呢 欸其實這個問題我覺得問得非常好 有時候啊你參加宴會 不是把人家centerpiece拿回去嗎 那你拿回去兩天 啊不要說兩天 隔天可能就已經丟了 就是不好看了 那到底怎麼樣可以讓這些新鮮的花 可以漂亮久一點呢華哥 對那其實有次新鮮花 也是有時候從我們家的前院後院的 玫瑰花很漂亮 這個情人節是栽兩朵放在家裡面 給太太看嘛 或者送給朋友啊 那沒有錯 其實我們華人買花還沒有像美國人 美國人真的特別喜歡買花 你知道走到馬路都有看到那個墨西哥人 在旁邊賣花嘛 五塊一把啦都很便宜 那怎樣讓這些鮮花 它保持 它在水裡面保持新鮮 或者說讓這個花可以垃耳根 就是說不會不止兩天就卸掉一樣 那其實如果說你去那種花店買的話 他們通常會附一包那個 有點像這個 營養劑防腐劑都在一起 就是等於讓這些植物 雖然剪下來應該是沒有生命的 但是它營養劑裡面 有些維生素之類的維他命 所以他們可以多撐個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所以這有在賣這種東西 那當你在路邊買可能沒有這種 但是如果你去大賣場啦 Costco 羅伯 美國這些店 他們在賣的 有的貴的話 他們有時會護這個營養劑 那回答各位朋友問題 如果說常常在做這個擦花 擦鮮花的動作 那你去家裡就去買一小瓶 那你擦在水裡面你就晃一點 那當然也順便要記得 最好兩天要換水一次 不然這個很容易就會腐爛 你如果常常換新鮮的水 那這個花也可以撐比較久一點 所以加這個維生素 或者常常換水 那你這種擦花是可以延長一個星期到兩個星期 好的好的 因為這個花這個東西真的很漂亮 有時候這個多多少少人家送啊 自己買啊 都希望可以看久一點比較划算一點 所以剛剛花哥講的這個花的營養劑 大家可以在家裡準備一小瓶 也可以這個保持新鮮 那我們直播室裡面有人是專門在問問題 也不曉得可不可以也請我們的花哥來做一下解答 但直播室的問題讓我趕快的把它抓出來 可以我們請我們的小天使來幫我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個直播室我不曉得為什麼現在拉不出來 小天使你可以把問題丟給我嗎 可以傳給我 謝謝謝謝你可以給我嗎 好的那我們待會 這個因為我們這個操作上喔 因為這個直播功能在我們的YouTube上面都有 我知道花哥你現在是正在開車嗎 可以我可以回答 對我都平衡我現在停在路邊沒問題 太好了這種現場感我們 要再打給我也可以 我們現在就想跟你請教啊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這種現場感的感覺喔 沒問題的 他想要問說以前這個他們家的橘子都是11月 才是結果子大豐收的季節 我們剛剛在講說大豐收大豐收 現在就已經結果好吃的時候 那怎麼會這樣子呢 每個果樹他的結果時間不一樣嗎 為什麼他們家是11月 為什麼我們現在是 好像才2月而已 就已經大豐收了 這樣其實我也有研究 本來我說橘子就橘子 柳層就柳層喔 說真的橘子很多種 有的剝皮的有的是柳層喔 像我們最近在在古裕大新西塞的 叫做瓦欽東南部喔 這種就是比較像柳層的 就用刀切來吃比較方便喔 那真的我家種的橘子大概就也有四五種 真的從八九月十月到二月 我家還有一顆到現在還沒有熟 所以說意思就是說不同品種的橘子 它開發結果是有差 而且嚴格來講 有些朋友他們特別喜歡橘子 還跟我研究還跟我分享說 橘子有春天收成的 還有秋天收成的 基本上就是說有真的基本上就有兩種 我們現在這樣就叫大家去摘這個人 秋天沃 春天沃的是冬天啦 所以說要看品種 那然後當然每年的氣候溫度 像今年雖然不只是超級冷 但是今年冬天也冷的好一陣子 所以它有些像我家那個還沒有成熟的 就是說看起來很成熟 但是就是還沒有 就是因為冬天冷 它就是成熟的慢 所以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它跟每個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種橘子種其他果樹 你撕灰的狀況也會影響 你撕灰濕得好 它就少熟 那天氣 再配合天氣比較溫暖的話 它會比較早熟 了解 所以這個有花當折之虛折 如果現在有好的新鮮的水果 剛剛成熟正在甜的時候 我們就要趕快 趁這個時候趕快採摘了 所以剛剛花哥推薦的這個橘子 柳城柳丁這個真的很讚 因為我有吃到 所以我覺得超級棒的 真的超級好吃 是是是 所以真的大家可以把握 真的是有吃到有賺到 那剛剛講到說天氣特別冷 我們今年最冷的一天 就在接下來的禮拜三 提醒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要出門出去玩 又或者是呢 現在有計畫去採柳城的話 禮拜三禮拜三要特別注意 是我們今年冬天最冷的一天 是是是 再次謝謝我們花哥 給我們分享這麼讚的訊息 謝謝花哥 這個星期一在柳城 星期四星期六星期天 我會傳上消息給大家 太好了 那我們就四六天見 拜拜